風雲其實是我人生裏面最重要的一個時刻 青春所有時間都放在這個作品裏面 早期是剛剛自己的學畫 每樣都去學一下 接著就加入自己的漫畫 因為我學畫的所有動機 我都是想畫好漫畫的 那時候其實我很追求一些技法 可以做的我全部都試過了 我想是不斷在那裡更新自己 才在寫畫裡面找到一些樂趣 以前是鋼筆勾 而我也是用梳面去做陳詞 好像一個呼吸那樣 我畫的時候 我用一個呼吸一起 一放那支筆就跟著在那裡流走 看到它的起伏 看到它的粗幽 也都利用線條去把那些陳詞 和那些雜實感表達得多些出來 這個封面就是我很無意的一幅作品 這麼簡潔 有力 有空間 當時就有這種心態 我剛剛離開大公司去自己創業 希望是遙望遠方 天下氣風雲 這種心態就在我這幅畫裡面 完全寫出來 今時今日都覺得 當時的感覺 看回這幅畫還在那裡